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国小国语 会议字2 主讲国语科教学拍摄团队 欢迎回来 第三节 特殊的会议字 既然会议字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 或者是字而成的 那么用来组合的字必须要不一样的吗 能不能同样的字用两次呢 当然可以 不但可以用两次 而且还可以用三次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例子吧 这是凯书的笔 这是甲骨文的笔 看起来就好像是两个人 是的 笔的笔的笔就是两人紧靠着 有 这是凯书的有 这是甲骨文的有 看起来就像是的 就是两只手握在一起的样子 所以有它的本义就是两手相握 这是凯书的笔 这是凯书的笔 这是甲骨文的笔 看起来就好像是平地上有两棵树 是的 笔的笔就是平地上有树木 从生 这是凯书的笔 这是凯书的笔 这是甲骨文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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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笔它的意思就是 是一棵高大的枣树 这是凯书的笔 这是甲骨文的笔 这是甲骨文的笔 看起来好像就是火光飞升的样子 看完重复两个字的会议之后 接下来是重复三个字的会议之 这是凯书的雷 这是小传的雷 意思就是 众多石块堆在一起的样子 这是凯书的笔 这是小传的笔 意思就是树木浓密的样子 这是凯书的雷 这个是小传的雷 它要表现的是火光旺盛的样子 这是凯书的雷 这是小传的雷 它要表现的是很多车子发出的声音 这是凯书的雷 这是凯书的雷 这是小传的雷 它要表现的是 水流很大的样子 这是凯书的雷 这是凯书的雷 这是小传的雷 它要表现的是水流很大的样子 它要表现的是水流很大的样子 这是凯书的雷 这是小传的雷 这是小传的雷 它要表现的是土堆的高高的样子 根据以上的例子我们会知道 三个代表多数 重复使用部件等于事物众多的意思 重点整理 会议字的特征就是能从部件的组合明白字一 有的会议字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像型字或指示字组合成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